靠谱讲书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的副教授孟清炎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的这本书呢 是规训与惩罚 我们用我们特别熟悉的八个字 惩前毕后治病救人 现代监狱是对你进行惩罚的 但是福科却讲 现代监狱确实是用来惩罚的 但这个惩罚是带有治疗效果的 他不是说你犯罪了 我给你鞭刑 或者给你停账 把你屁股打烂了 或者把你腿打折了 或者无马分尸 或者在中国传统中 也有各种各样的酷刑 对吧 这个拦腰了 不是这些 那么福科还讲了 现代社会中监狱系统和规训系统的 第二个本质特点 就是全景常识主义 他在书里面描绘了一个 原型监狱的一个理想模型 这个原型监狱的理想模型 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四周是一个环形的建筑 中间是一座撩望塔 这个撩望塔上呢 有一大圈窗 对着周边的这个环形建筑 这个环形建筑里面 有许许多多的小的囚使 就是囚犯猪的地方 每个囚使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前面 什么意思呢 每个囚使都有两个窗户 一个对着里面 一个对着这个 撩望塔 这两个窗户是相对的 这使得撩望塔 这个中心所发出的光亮 可以从囚使的一端照到另一端 这个时候监狱的监管者 也就是监督者 他处在中心撩望塔中 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每一个处在囚使里的犯人 他的一举一动 他可以看得非常清晰 这就是福科所讲的全景厂世主义 完整的可以被观看的行为的再造系统 他的底层逻辑是 第一点 一个人的行为体现着一个人的道德与灵魂水平 第二点 为什么现代社会变成这样呢 因为现代社会中 人是现代社会中的最关键要素 人以及由人而来的人口 对于现代国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人口不是统计数字 人口意味着财政税收 意味着你所创造的GDP和价值 也意味着我有多少人口红利战争的时候 我可以提供多少资源 可以提供多少兵员 这就是我们在埃利亚斯的文明进程里所讲的 现代国家的特点 就是国家变成了一个高度强调理性计算能力的 这么一种组织形态 所以规训惩罚这本书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一点是 福科既揭示了这个刑罚体系的特质 同时又提出了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 就是灵魂的改造和救赎 可以通过行为的规训来完成吗 从总体上说 规训惩罚从一个非常另类的角度 洞窜了现代性的特质 全力运行的细密化和标准化 因为规训人的行为这件事情 比公开处刑这件事情 所要求的技术环节和细密化程度都高得多 他需要将人的行为规训 切分为不同的流程 每个流程实施精准的监管 第二点 福科的这个规训上很重要一点 还提示我们 现代社会其实是一个新的分类体系 为什么 你想想 首先进入监狱之前 先需要通过对人的行为程度 进行重新的分类和定义 哪种行为到什么程度是犯罪的 犯到什么程度 要给予不同的刑法 你犯的罪是哪一种类型的罪 为什么讲这个呢 很重要的一点在于 其实福科的另外一本书叫 封监狱文明讲的是同样的逻辑 现代社会是一个按照理性科学民主文明的标准 重新给人的行为进行分类 并且 接上标签 分类处置 精神病人进入到妇人院去 精神病院去 犯人 违反社会公约的人 违反唠的人 进入到监狱里面去 都进行行为的规训来进行治疗 来进行灵魂的治疗 那么福科 毫无疑问是我认为 人类进入20世纪之后 最伟大的思想家 当然我们可以说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他的这本规训与惩罚 和他一系列的其他著作 其实揭示了一个特别典型的特点 就是现代文明中的政治 其实是停在表面的政治 停在表面是指 停在行为表面 尽管我们预设了行为和灵魂的关联 但这种预设至今仍然是无法被科学所直接验证的 所以动机问题灵魂问题是最难处理的 现代文明假定可以处理 但他实际上无法真正的来解决这问题 那么福科所点出的这种停在表面的政治 停在行为表面的规训 更深层次揭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个就是西方现代性进程的一个典型特点 叫政教分离 西方明经历过政教合一的时代 就是政治权力 皇权 君主权和教会权力 教皇是合一的 灵魂问题在政教合一的体系中 和政教合一的时代是直接处理的 但是现代政治特别不一样 现代政治是与宗教相分离的 叫政教分离 政教分离之后 人的行为其实是被现代社会中的各种外部性约定所处理 法律 政治规则 市场契约 全都是外部性约定 或者要表面性约定 这表面不是否定词 都是行为 这个人我跟人做生意 我很讨厌他 他是个烂人 但他只要在跟我做生意的过程中 遵守了契约就可以 我犯罪了 我犯法了 我的行为被判定为设法 OK了 我们会看到 在这个意义上 现代政治和现代民的运行 其实是停在表面的 这部分交给政府法律来去处理 那么灵活问题重新还给了宗教 这个东西叫政教分离 就是政治法律都不直接处理动机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 福科所讲的全情常识主义 在今天已经走出了监狱 他让我们这个世界进入了楚门的世界 楚门的世界是一部美国的电影 他就讲当每个人被观看的时候 当每个人的行为被观看的时候 当每个人都处在一个全情常识主义的时候 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在某种意义上 我们每个人也都是透明人 好了 《归虚与惩罚》这本书的内容就给大家分享完了 如果你喜欢或者有点新的感受 欢迎转发给你的朋友一起来听 也期待你留言评论和我交流 我们下一本书再见